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能学长老简介 能学长老浩元慈嘉义县东石乡人 十六岁时出家 民国四十四年受比丘界 民国四十五年入福岩金社 清静应顺岛师六年 民国五十三年任南卜陀佛学院 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 毕业于香港能人大学文史系 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 人称现代化增的能学长老 为人慈悲 佛学素养深厚 自十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 默默从事翻印白化佛经的书胜工作 近年来伴你佛学自修班 并且成立育幼院 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迷 现任高雄县阿联湘新超风市住持 以及白化佛经杂志社发行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是高兴观阿联湘新超风市主持领客 我平时都从书经到翻的白卫比较不幸 日车经费又悠患 所以所说不太多 各位如果有三个问题 可以打电话来问我 我们今天继续来说三年报分第159集 这集的分第我们说 适合离婉 只不古修 就是说 我们的建设 要高潮 那事理要选较逢的 选官邋 应该要立志 立志就是学院的人说发普通心 发一款要求正复告的心志 那就是立志 立志就是发台湾 不可以古切、古切、純粒以小小的名利 不可以去探討名利,要入籍,學會要來勝佛 本文這樣說,擔當為妙虛妄,參想不需要色離格外,寄去蕭脈 出言聽書,欺信依人,未須色離格外 出言不為平背、渺眸、渺眸、渺眸、 尺寸〇雅夏蕭 渺眸 這個廚舍比較少用、比較少看得到 它的意思可能有些著這 mater我指不來照擦 吹眼丞生ちゃん事,戴著眈眸 notebook 這段文的意思就是擔當好相對妙虛像書這樣說 學佛參加的人 需要建設、修理、隔僑、關台 要立事情、發台、原理、發佛體心 講話、做事、台人接吻 要有信心 心心就是對人要修信用 不能欺人、夢欺欺騙 不能對社修 要求貪求在寬生命理、隔職奉悔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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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西西西、所遮悔、心賜 心美不聽、身寇不聽、傷善不停 那道就是鑽子 以前的鑽子就是小鑽子 用隔的 鑽子买的都有一個道 就是各邊在向柴區邊、柴區邊在控制 最順鑽的方向盤就對了 這行就是買家有的鐵鉗、白鑽、控制 要叫他向柴、向柴、向柴區 所以說一個人沒有入籍 沒有一個固定的入籍 那就是水風飄動 像那隻鑽子 還沒有一個道要向柴區 要向柴區、向柴區、向柴區 像沒有那個道 那水風飄流就對了 所以這個飄動就是鑽子 那本業呢 本業 說本業中有何所地 鑽子沒到 沒有空氣 沒有空氣 那水風飄流 不知道要走過去三個目的地 那些鑽子沒有空氣 那黑白灶 噴火就是這樣 當灶、塞灶 到最後不知道那個灶到哪裡 河梳地就是不知道到哪裡 河梳地就是我們說 台中府有危機 京東一間 勞動一種 說南豬和台中府要有志氣、要入籍 我要做性限 學府說我要 用功性佛 要入籍 向那個目標去針 當你困苦、困苦的時候 那些季洪要拿簡 不可以 不可以 催頭、傷口 要勇敢 面對現實 集氣、勁強 要吃勞 不可以就沒有集氣 吃勞 勞動一種 要拿來 季洪、勇敢 所謂 所謂、所東方 辟夫二位百世修,一言二位天下法 有志向的君主,立志作性嫌 辟夫就是單獨的人可以作百歲的老修 歷史經過幾千人、幾百人,人偶時准你作模範 像君主,那就是千年老修,俱性嫌修 一言二位天下法 那位不是黑白公公那位阿里佛丹,沒有意義的位 他只要出一句位,就像都很利是一樣 後代,後代,都會他那一句做很利,做模範 那就是一個性嫌 所以人們應該要性嫌,性嫌,更信用 不可以夢言欺騙 佛教修佛教裡面有一個不夢義,就是不可以欺騙 要性嫌,性嫌,性嫌,性嫌 前文正公就是曾國藩 曾國藩就這樣說 宴園以後來,不可以性嫌,救自為者會強出於性嫌 已經說海人相處,有這麼多雛鬼做表面了 所以他用那個貴貴欺騙你 你以性心應付 你性心對付的意固 會受感動和貴貴的人 都向這個性心來賀性心 送完學安這樣說 優拜扎也無拜承 說小甘齁 如果甘齁的人 最好都會吃苦失敗 像現在早期吃的就是扎 四季乖平 最好破案之後都去冠 所以優拜扎 無拜承 一個人生生死死天下太平 一生平安都無事 豪王鍛安說 感人、意性、不意固 一個人生死 很生死的感動人 人們會親背 情抱 你若是撞天下的 無老死的天下的天下 認知的天下的天下 那就不會有感動人 那就是王関家,人的天堂對你犯感的去報仇 陳怡就這樣說 醫生感人吃,人力醫生餘養 醫輸,醫輸吃,人力醫輸餘帶 說你如果王真正去對待別人,別人玩的 王真正對待你,這就是 像擋球 你像那邊擋大的球 那個球,他丟著回來是大的 你輕輕地擋,他也丟著回來 輕輕地 會歡迎 人家用手段,以前就是去控制別人 用手段去控制別人,別人玩的 用手段來對付你 不警察就這樣說 人生自生,貴心做事,惡水不咬,將必受用 人家自生自生,貴心就有感動 不重要給他幫助 也要留心欺騙人 早期麻片 做壞事,雖然 旁邊沒人看,你最愛我會受財用 三匯經就這樣說 優地的積優萬物 人優自生,難優度 有在地,自然會有三性 頭、頭、貴子 營運的三性萬物 一個人,如果有自生心 就自然有道行 其實這個自生 性心,如果說相關的性心 就是 種到的真心實性 那就是都沒有希望 沒有夢想、沒有夢言 所以如果種到的真心實性 就是真的性就有道 如說這樣說 人自無神不得其客 一個人如果說話 沒有修信了,不知道可以 人家住在世間買 有可能在世間平安住 郭議員說 貴人一副 千金不利 你接應人一件事要修信了 不能說說不信了 說貴就是 接應人說 好,這項東西你一百塊要給我買 你接應人旁邊 旁邊人出一千塊要給你買 你就不行 就不便 這就是修信 接應要修信量 老主人說 勤勞必高興 得意 得意 必得人 這個人 勞就是 剛才說 接應人 那錢隨便接應 一定修信量去實行 不便 就要給我三回 開割 你三回 好 他都說 好好 其實 過一十多 都不來給你真正開割 所以 隨便接應 這這有信量 得意 必得人 隨便接應 到最後都很困難去實行 我們分別經驗說 優靈修信 息磊安和 福主人子 為神 修意 這個人 有修信量 雖然 當然 家庭 平安 大家 平安 好好的 祝人 有福氣 不夢意 修不夢意 祝人 祝人 有福氣 那祝人 來 不是神 佛力 佛力 所聞經要說 菩薩 有三法 董 佛法 祇行 好爐有三 美定 起佛 不祝氣心 也不起弓 一切種情 說 史法柵有三項 都實行 至乘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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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沒有欺騙佛造 有的人 跟佛祖悉館說 我要吃長菜要櫃魚、要塑膝 結果沒有六個就去逃脊車 有些人去說要跟佛祖說 法官我要收什麼改 收一收,結果沒什麼都去反改 這就是必欺騙佛祖 只要在說欺負就是這樣 不只欺心 不欺騙自己的良心 不可以賣到良心去做 不欺負一切中心 不欺騙中心 老鄉的說話說 君主只見過二世 修人只見過二世 正人君主說話沒這麼多 但是每一句都收信用 實實在在 不就說一些欺騙的話 修人說話 發言、客氣、說到第二部分 結果沒有一句是實在的 陳文正說家分 就是曾國犯的家分 立身不妨議為本 說要做人住在世間 第一就是要不妨議 不說白癡 我們扶公公自己不妨議 不欺騙了 修人說 信言不美、美言不行 把客氣相信的話 聽起來沒吃好聽 如果說到發言、腳去罷路 那不會真實 你不可以相信 你要快騙去 在道論上說,但修實義的在無量學,只要講話生心,修那個不忘義改,你就會在地上吃個無量無邊的學期,讓發生給你保養。 在道論上說,是義優三,不講法,不講義心,不講將性,這跟剛才說的,不講經本,但是講的就是修講三種性是不欺騙,只講就是欺騙,不欺騙佛祖,不欺騙自己的良心,不欺騙將性。 政法廉處境我們說,甘露吸毒藥,改在人設中,是義為甘露,不欺騙為毒。 甘露是印度在說一種吃好吃,像善丹的豬肉。 甘露跟毒藥,都在一個人的職業裡面。 你如果說實在胃困難為生降復活,那就是那些職業裡面的土甘露。 你如果早起乖片,早起乖片,你讓人知道胃就變成毒藥了。 現在,政法廉處境還這樣說,你忘記了,自世間人,學友難見,學友禮聞,一切改善。 你一個人,公開不忘記,不欺騙人。 所以世間人,不管是記到你的臉,或是聽到你的話,你說什麼,一定都很相信。 一個人,騙人關係,第二次,別人就不會送你的黨。 你講什麼,都把你當作放屁,不相信。 我本人離開台灣五、六、十年,回到台灣後, 看來這個國文的復興很沉,所以我原,每一本都要反而八月, 到現在已經反而一百二十九文。 每一本反而可能幾萬本全台灣, 大學、大學、大學、佛士,都要在家的結論。 如果是在家的技術,有隨機做人就有在家。 到現在全世界,大陸、東南、美國、法國、英國、澳洲、西蘭, 都經營消費人幫我討。 那天,不要使用一個臉技術, 待會幫我討百幾本說, 他在不要使用一個國際網站, 要將我的佛經辦法全世界受得對。 他說現在世界的法人, 都看過文、法媒,都要看白話。 大陸、台灣、世界去找, 結果找不到理想, 因為在金鳳高修介紹, 來這裡跟他討百幾本法醫來。 我們這裡如果有一點的收集, 就都應徑上不在賣, 又叫這個給人, 又收幾個高日, 又用在兩台電視方法, 辦一個佛學主修班。 還繼續不斷就有些南鄉、李鄉, 想要出家, 保養員, 將來可以為父教, 方法理生。 我在電視, 所說的一個, 因為出版電視, 講演, 只不夠本人, 國委老實要, 可以卡電回來的本事。 我們這裡頭正點, 就是姊姊姊姊, 那裡有一頓三百人的觀世音菩薩, 那是清條, 台灣豬富精工主, 由南海葡萄山車來, 真正南海關世音, 國地來參拜, 都得到這麼大的靈感。 台灣關世音菩薩, 保備大家平安。 感謝各位, 阿彌陀佛。 芬芬燈菩薩, 今天到bra師裡, 人口有品味 新潮凤丝 四十年来推动客院八月兼职 九十月份 将上海来华 演外朋友 学主书班 修用高理典 威力未来奉发人材 兼职办理主宣企业 因为兼职有限 本账时空台帝来保持 威博合买 空空素素 邦欧法室 护名 新潮凤丝 定位 凤丝 六三一 二二九一 六三一 八三九一 第四 共同观 阿联兄 凤三川 九十五号 画波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帐号 银行代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机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怀孕当然是目前最大的期盼 之前可能因为工作 经济收入的压力的考量 也有可能是我们身体还没有调理好 尽管家人一直在旁边支持我 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临门的好运 是怀孕的运 7月1日起 国民健康署 人工生殖补助 扩大实施 除了家人的支持 还有政府的支持 祝元梦 安心声 祝世间无尼佛 还有一遍各位知道 在这个佛斯尼国王的奇缘 精色的受盈 结果有一个女儿子 记录 去世间无尼佛 然后呢 他常常人心度要回去 他就刚才晚上要去 奇怪 这些 整得漂亮的纪录 那晚去 去找佛陀 要做什么 大家都怪怪 其实那是人 要故要毁谤佛佛 买通这个纪录 结果 六七天 大家都议论纷纷的时候 派人 都要讲这个纪录 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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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人 我女儿子 久不久 结果 我女儿子 我女儿子 看见你女儿子 她的妻子 她的妻子 她就在那里找 她的妻子 台词 在佛陀的 金色的旁边 结果 话就传出来了 释迦牟尼佛 强奸这个女人 然后把她杀掉 所以 转到国家 那时候 波斯尼国王都相信 喔 佛陀怎么做这种 不好 所以 就会毁谤 结果释迦牟尼佛 他们都说 自己主公不用解释 毁谤 七天就会消失 会水落石出的 后来 真正的凶手 就抓到了 这个派人 买通妓女 又杀妓女 杀人 灭口 勿赖佛陀 但是释迦牟尼佛 跟国王说 没办法 这个也有我过去的恶业 释迦牟尼佛 他过去做一个流浪汗 结果呢 有一天看到一个纪录 生了不错 那两个就说好 介绍 他把他带去 没人的地方 行乐 那个没人的地方 刚才是一个乘行 这辟集会在乘行 结果两个 事情做完了 介绍说不好 这个浪人 把这个纪录抬起 抬起一腰 就带在辟集会的地方 但是呢 他又怕那些人 说是去台 他就去外面 到处有点传说 哎呀 那个修行人 台诗女 但所以大家都摸下去 那些屁股在台 这件事 七天以后 这奉法港 原来是这个浪人 所以七天没人说 他过去就是这个浪人 这些人 又去用台诗的纪录 就是那个女人 所以每个人都会过去 他是因为 起了烦恼的时候 很可怕 什么事情做出来 所以 我们要保持正念 不管发现什么事情 哎呀 不能够 起坏的念头 不然 会伤害到自己 祝散 不就去障碍到别人 什么话就说出来 拜拜